世界上最难的挑战 小雪 给你一只蚂蚁 你要想办法让蚂蚁在纸上不跑 这怎么可能 熊妹 给你一只公鸡 你要想办法让它睡着 这也太难了 小贝 给你一盒词 你要听出这是冷水的声音 还是热水的声音 可我只能听出来 这是水的声音 怎么办 老师 我们要挑战什么 大宝 你不用挑战 你是我的小帮手 你要帮我监督着他们 小帮手 大高了 老师 我会做好的 同学们 挑战的时间是明天早上 我们明天见吧 大家快帮我听听 这是开水的声音 还是冷水的声音啊 听不出来 大家也帮我想想 我怎样才能让蚂蚁 待在纸上不跑 这个我也不知道 小雪姨 你知道怎么才能让公鸡睡着吗 要不 你给他唱歌摇篮曲试吧 好 停停停 你不干什么呢 不许作弊 别忘了 我是老师的小帮手 是来监督你们的 那好 你遵徒吧 我回家了 我也回家了 你们太没有礼貌了 小帮你一定不像他们一样也走掉吧 大宝哥哥 我要回家想办法了 我们明天再见 熊妹 熊妹 你回来 麻烟呀 蚂蚁 我要怎样才能让你待在纸上不跑呢 小雪姨 我来监督你了 你可不去找别人帮忙啊 我才不会呢 我一定会想出办法的 好 我去看看熊妹 我知道了 我知道怎样让蚂蚁 待在纸上不跑呢 公鸡呀公鸡 你快去找吧 我给你唱摇篮曲 睡吧睡吧 我亲爱的宝贝 妈妈的双手 轻轻摇着你 熊妹别睡了 怎么了怎么了 天哪 梦记没睡我怎么睡觉了 明天早上还怎么跳价啊 可不能作弊哦 你快想吧 我去看看小贝姐姐 我还是快看一下百口泉书吧 希望会有答案 妈妈你听出来了吗 没有 爸爸你听出来了吗 没有 完了完了 明天肯定会挑战失败的 叔叔阿姨好 我是来监督小贝姐姐的 小贝姐姐 你可不能让别人告诉你的 大宝你烦不烦 我没有 我要听声音了 你走吧 不好你带我走了 爸爸妈妈 还是我自己听吧 挑战时间到了 大家怎么还不来 我们来了 我昨天想了好久 终于想起来办法了 好 那现在大家就开始挑战吧 小雪你先来 好 大家看好了 我有一只马克笔在身上画一圈 这样蚂蚁就出不来了 为什么 因为蚂蚁害怕马克笔的气味会绕开走 没错 白雪挑战成功 老师干我挑战了 你看 我在鸡的面前画到直线 看看呀 鸡睡着了 老师 你看 我挑战成功了 这又是为什么呀 因为鸡不是睡着了 是吓晕的 小妹也挑战成功 太好了 都看了百科全书 老师 我知道了 那个双眼是开始的双眼 我说的没错吧 小贝也挑战成功 小贝姐姐 你又是怎么知道的 我可是听了很多遍才听出来的 这下 我们都完成 世界上最难的挑战了 没错 我们都完成了 关注我 我们下次再见 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